在我旁边啊,站着一对打扮着非常摩登的青年的女 一看呢,就是出来旅游的一对情侣 这女孩啊,就问这小伙子 你说,这啥号啥号的他呀,他咋就歪了呢? 这小伙子呀,倒是挺实的 跟这女孩说呀,大风催的呗 走进古迹讲故事,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辽宁葫芦岛地区的隋中县啊,在古代啊,叫瑞州 这瑞州呢,有一座瑞州塔 这座塔呀,它既不高,也不是很漂亮 但是它在当地,为什么又会小有名气呢? 就因为它呀,是一座斜塔 要说中国的斜塔呀,那还真是不少 这儿算一处啊,还有这上海松江县的户珠斜塔 苏州的虎丘塔,比他们呀,都有点名气了 一座最有名气的,那就得说是硬线的木塔 这座硬线塔呀,被称为世界三大奇塔之一 奇特就在于呀,它是一座纯木结构的塔 我还记得很清楚啊,有一次 在镇江北顾山甘露寺斜塔的底下呀 听到过这么一段对话 在我旁边啊,站着一对打扮着非常摩登的青年的女 一看呢,就是出来旅游的一对情侣 这女孩啊,就问这小伙子 你说,这啥号啥号的塔呀 它咋就崴了呢 这小伙子呀,倒是挺实的 跟这女孩说呀,大风吹的呗 这我觉得啊,有可能 完全是因为风太大啊 就把这塔吹歪了 其实啊,这些塔呀,倾斜的原因 它关键就在于地基 普通的建筑啊,它对地基的受力啊,比较均匀 所以呢,它不会轻易的下沉和垮塌 可是它塔就不一样了 您瞧这座塔啊,它并不算太高 它也就十米左右 可是,它有楼高楼高的塔呀 塔一高啊,自身的重量就加大 对这塔基的压力也就随之增大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遇到长时间的雨水浸泡 再加上地质变化,对了,还有那个大风狂吹 那么这塔呀,会像一侧倾斜 就是再自然不过的牛顿定理了 至于这倾斜的角度呢 您就得看它呀,这施工的质量 和这个塔自身的高度了 当然是施工质量越好 这塔越矮,它倾斜的角度就越大了 您看这座随重塔呀 它施工质量啊,可见也就一般 不过呀,它可是一座实心的砖塔 这样呢,它的抗垮塌能力啊,自身就强 如果它要是一座可登顶空心的楼阁式塔呀 可能倾斜不到这个角度就已经垮塌掉 那么谁才是世界上最斜的斜塔呢 哎,您别管谁是世界上最斜的斜塔 那座比萨斜塔呀,它肯定是最有名 为什么呀,因为那大科学家伽利略不是在那玩过那个叫什么 两个铁袋同时招地吗 据说啊,只是据说啊,我还真没去过意特利 这比萨斜塔呀,它的倾斜角度是3.9不到4度 要是这么说呀,这塔也不算贴斜呀 哎,您瞧这座塔了吗 这座呀,瑞州塔,它的倾斜角度现在是8度 在2011年以前呢,这座古塔呀,它歪的更厉害 它的倾斜角度啊,是12度 不过呀,它有神人啊 当地文管部门有高人 把这座斜塔呀,生生的又往回掰正了4度 这不吃饱撑的吗 其实啊,在我心里啊 这座瑞州古塔作为一座古建存在已经足够了 至于它是否倾斜,是否是个世界第一的奇迹 我觉得毫无意义 这座古塔就在辽宁葫芦岛隋中县的前卫镇 导航祭道,非常好找啊 因为在文献上啊,对这座斜塔没有记录 也没有时碑时刻,这样带文字的文物佐证它的年代 所以前卫歪塔的建造年代啊,至今还是个谜 因为塔身残破严重 所以呢,能够显示建造年代的痕迹所剩无几 与其武断的说,这座斜塔是辽代的建筑 还不如我们把年代放宽一些 从辽到明,这几百年间都有可能 歪塔大概10米左右 是一座石心秘延式的砖塔 以石器为塔基 以砖器为塔身 分三级啊,成八角状 当然啊,咱们现在看到的塔基是水泥的 原来的塔基已经不存在了 据说呀,这塔身上啊,有砖雕,佛像,花纹,狮子头等等 不过呢,我只看到有花纹 其他的是一概没看到 有人说这塔身之所以倾斜啊 原因呢,肯定是地质灾害 还有鼻子有眼的 指出了是某年某月的那个大地震造成的 我这儿啊,倒是有几张2011年文物部门修复鞋塔以前的照片 您看了,大概就能猜测出这座鞋塔倾斜的原因 从老照片中啊,可以看到 塔坐的基石啊,被倒挖一空 这座塔啊,倾斜的原因 与其说是天灾 我看呢,还不如说是人祸 塔呢,漂亮不漂亮的 咱们先放在一边 看起来啊,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处古剑 您要是来东戴河旅游啊 您别忘了,这葫芦岛地区啊 它不光有宁元古城,山海关古城 在前卫镇 还有这么一座孤零零的鞋塔 等您来参观 今儿这座鞋塔啊,咱们就聊到这儿 明儿啊,我带您去附近的一座古城看看 这座古城可了不起咯 在明朝的时候啊 那可是和天津卫同样规模的一座卫所及的古城 并且啊,在这座古城里 诞生了一位明末清楚 关键的人物啊,是谁啊 我先卖个关子吧 这听书啊,您得听这扣 今儿啊,咱先把这扣记在这儿 反正啊,您要是乐意听呢 我就乐意讲 刘元区啊,您告诉我一声 我呀,准备准备 明儿,讲给您听 我是会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得嘞,今儿就到这儿 回见了您嘞 请不吝点赞并转发